来关心天气变化了 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 北台湾依旧湿冷 预估要到周末 干冷空气南下 降雨才会逐渐缓和下来 可是温度一路溜滑梯 在中部以北低温下探10度 甚至不排除达到寒流等级 最冷时间点会落在 礼拜六的下半天到礼拜天 北部低温可能出现各位数 降至8到10度 所以要特别提醒 有心肺疾病 中风病史 或者是高血压的患者 都要注意保暖 又是阴雨市长的天气 北台湾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 下雨下到快发霉 预估要到周末干冷空气南下 阴风面雨势才会趋缓 但是气温也会骤降 气场局最新预报 周末低温恐怕将低于10度 达到寒流等级 预估是有机会达到寒流的强度 也就是台北市的温度 是有可能达到10度或10度以下 那不过这一波冷空气的影响 相当的显著 不仅北部的气温下降 包含中部南部各地的气温 降幅都蛮大的 大概也只有11度或12度 预估本周气温逐步探底 周三东北气风增强 北部低温15度左右 周四白天到周五稍稍回暖后 周末寒流报道 中风100地温下探10度 甚至更低沿海空旷地区 可能只有7到9度 气象专家彭启明也说 预估这波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 会落在周六下半天到周日 北部低温有机会降到8到10度左右 也就是可能会迎来入冬的 第一波寒流 只是水气减少 高山降雪还得再观察 温度和水气是否有配合到 另外医师也提醒 温度骤降对于部分族群 保暖非常重要 有心肺疾病 曾经有中风的人 高血压的人 在天气寒冷的时候 由于血管缩缩 血压会升高 容易发生心脏病跟中风 这些人都要特别小心 温宜是建议民众可以洋葱室穿衣 适时穿脱 防止室内外温差过大而诱发疾病 记者现在零一星特报道 而有很多人已经着手规划 年底耶诞节和跨年活动 不过医师也提醒 跨年后恐怕受到流感跟疫情夹杀 医师沈正南推估 目前新冠疫情已经连续三天升温 代表出现了反转 加上耶诞节跟跨年人流会提升 到了明年一月中旬 恐怕酿成第三波新冠疫情 更有医师分析 按照过往经验来看 气温下降后的第三到第四礼拜 流感疫情就会大爆发 所以推估很可能 今年底明年初 会出现较大规模的流感疫情 才刚过完两天假期 周一早上的医院大厅 就有不少民众排队 挂号领药 天气越来越冷 让各种传染病毒更活跃 尤其新冠肺炎的单日确诊数 连三天升温 医师沈正南就分析 疫情曲线已反转 接下来将会上扬 因为防疫松绑 人流回升 疫苗保护力降低 加上新变种入侵 尤其耶诞节跟跨年 大家聚会聚餐多 推估到了明年一月中旬 会酿成第三波疫情 疫情要起来 大概是在一月六号的时候 那这个其实是 用新加坡他们发生 BA.5到SBB的时间间隔 把它套用在台湾上面 台商返乡的境外移入 那到时候影响冲击会是多少 可能我们可能还要密切的观察 除了新冠疫情影响 小儿科医师谢宗学也指出 今年流感季的累计重症数 已达14例 相较去年挂临 已明显增加 加上现在实验室流感阳性数 减体上升 代表病毒似乎正在直服闷烧 按照过往经验 气温下降后第三到四周 流感疫情会大爆发 推估今年底 明年初经过耶旦跟跨年 很可能会出现较大的疫情 那最近是那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或梅浆菌 还有副流感病毒 是有明显的比较多 那流感的话 目前暂时是零 开始截峰之后 这个流感流行的情况 应该会是越来越明显才对 跨年后恐怕会受到病毒 多重夹击 连抵宽乐团聚之余 也要小心防疫 这陈琳婷 盖儿帝 特别的 持续来关心 中国以突袭方式 禁止台湾农水产品输入 连金门高粱也被禁 行战院长苏贞昌 今天再批对案 刻意用政治手段 来妨碍自由贸易 非常不合理 而朝野也同意阵线 刚出院的 共党立委陈玉珍 上午搭机前往厦门 说除了要谈 重启小三通 也会反映民意 了解金酒等台湾产品 被卡关的原因 希望能建立沟通管道和窗口 中国海关总署 近日已注册讯息 不完整为理由 暂停台湾多项食品进口 从文字生产许可 到产地申请书 哪个环节不符合规定 对案就是没给个明确答案 有民进党立委 呼吁政府应该审视 ECFA签订之后 还有哪些产业 有过度亲中依赖的问题 才能尽早提出补救措施 中国这样的做法 中国以伤逼阵强度加大 干涉贸易 违反WTO规定 经济部以促销金融跟辅导方式 协助业者渡过难关 中国的一个注册制度 那对台湾又特别的一个歧视的 这样的一个待遇 厂商如果还要继续补件的 或者继续说明 我们都会来转程 还要制造说台湾的经济 只能依赖中国 而且依赖中国单方面的意愿 那我相信这是他这一次唯一的目的 民进党立委批对案卡关的动机不单纯 而国民党立委陈玉珍因为仪藏发言 才刚出院就直奔厦门 除了磋商重启小三通 也要称其反应金酒等酒类 背禁的原因 到底是需要怎么样具体的文件 或者是要有怎么样的沟通的这个管道 希望建立起这样的一个联络窗口 让这个不管是我们金门高粮也好 或者是我们台湾很多产业界 就是许多的这个产品 是不是可以让两岸之间有一个更好的往来 中国故意制造的不确定性 这种养套杀做法超越立委都很反感 记者向外财就会听台北报道 政治话题来聚焦 准台北市长蒋万安 今天终于公布首颇小内阁名单 李四川确定接任副市长 而新任的都发局长王玉芬 则是台北市首位女性都发局长 而蒋万安他却没有亲自公布这项人事名单 而是透过了新闻稿表示这十位新成员涵盖双北人才合作 中央地方完整历练可以马上卷秀的上工 却被质疑了无新意 而被视为副市长大热门的立委林一华也传出会点头接任 却没有出现在第一波名单当中 他今天在立法院现身也做出回应 是否答应接任蒋万安副首 过去曾担任竞选总干事的立委林一华 照常到立院直询口风依旧很紧 周一蒋万安也终于打开锅盖 公布首颇小内阁名单 李四川不负众望接下副市长一职 中央地方历练丰富 更是工程专业人才 秘书长则核行北借降 天下第一大局民政局则望罗七连霸议员陈勇得出任 就是双北人才的合作 中央地方完整的历练 还有辅惠人才的交流 以及公务首首 名单中还有不少熟面孔 王岳芬担任首位女性杜发局长 黄一平转任公务局 吴胜中则是郝龙斌时代人马 而回国留任的不在少数 也被批评人选了无心意 四才四所最重要的 他们都有他们相当丰富的一个资力 就能够马上市政做接轨 马上能够上手 不过林一华传出可能 二月一号才会接任副市长 就能避免立委补选问题 捷运局长又有卡公司董事长 任选也扶上台面 而蒋湾团队发言人郑世伟 也传出将接下北农总经理一职 当事人不愿证时 上任倒数半个月 蒋世伏团队继续闷犯 郭改财掀开一半 记得欢迎李明洪台报导 请不吝上播放 感谢观看